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第八节课 还是跟原来一样 咱们先把上星期的作业先点评一下 上星期我们让大家修着三张图 都是咱们达拉斯当地舞蹈团的一些演出 咱们先来看第一张旗袍秀 一共有五位同学交了昼夜 以后这样超过五点钟 我就不点评了 因为我五点钟就要收集照片 然后通过复杂的transfer transfer到我的电脑上 从手机transfer到电脑上 所以你想得到点评的话 最好是在五点钟之前 星期三五点钟之前 咱们先看第一张 这个旗袍秀 我大看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看到大家后期的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非常的有creative 然后那些咱们讲到的技术都用上了 咱们来看看这五张照片 这张非常creative 把这个彩色变成了单色的 有点好像antique的感觉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比较原片 看一下这个照片修得很干净 地上的一些贴的胶布之类的都修得很干净 然后他这样照片以这张这个线作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界线 我觉得这一点做得不错 然后这个照片它的叫什么 叫那个Length Correction也做了 所以你看看这照片非常的整齐对吧 不歪 好咱们看看第二张 这样照片 这样照片你看那个这是莉莉 哇的莉莉的水印 弄得非常漂亮 弄得左下角 这样照片也是做得非常漂亮 很巧妙的把这个线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界线一样 然后上面的颜色也留得非常漂亮 要挑剔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要是看仔细的话 这个前排的椅子还是能隐隐的看到 所以我建议就是尽量把这个椅子给裁掉 当然不要把这些线裁掉了 跟刚才那样照片一样 把前面的椅子裁掉 这样的话光留下这个线在下面 再一个这个颜色 我觉得可能稍微的调的 不太够 所以你够不够好 我给大家提个建议 就说你看到人像照片的时候 你看的光线够不够 调的准不准 怎么去看呢 把这个脸把人的脸放大 然后看他脸上的颜色准不准 大家看一看就中间这个还可以 但是你要是看到旁边的 看我鼠标指的地方 这些人的脸这个颜色稍微重了点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中间还行 但是旁边的脸稍微重了点 右边也是同样的问题 所以稍微的调一调 总来说是不错的 好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一张 这张颜色比刚才要好一些 看的脸就看的比较舒服一些 然后呢 这张也非常的巧妙的 把下面的这个椅子 前排椅子给删除了 然后呢 地板上的这些那个胶布啊 都给人目掉了 非常的整齐 看到这张字没有 非常的整齐 就觉得这张照片非常稳 但我再讲一讲 怎么看的照片稳不稳 好咱们再看这一张 这张呢 也修得不错 但是我觉得想指出来的就是说 为什么要把旁边的人给裁掉了 我没有理解到 假如说你是王可仁的话 你可能王可仁对你可能就不高兴了 因为你把王可仁给裁掉了 这条没有笑声啊 anyway 都有在笑 都是在静音 ok ok 好 像这种集体调 那个是不是 那个Jenny说她弄错了 好 是吗 没有 这个好像不是 我看一下 不是Jenny ok 我是想突出中间的这几个舞者 对不起 ok 边上的 ok 因为我没有针对个人哪个舞者 我也不认识 我只是觉得因为好像那个边上太长了 ok 而且人物看上去有点没有重点的感觉了 所以我就想帮 ok明白明白 明白 假如说你有就是你就拍拍这组照片拍这个节目哈 假如你拍了好几张 其中一张那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张那是全部人都有的那还可以假如说你只是交这么一张 我没有考虑我没有从这个好像每个人都要照顾到的这个角度考虑 我只是觉得这样子突出一点重点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这是这一张 然后呢 其他地方都调的不错哈 这个这个线呢 这个线呢也拉得非常直 然后呢 但是我要挑 是有这个问题 对不起 啊 我说是有这个问题 我把人家裁掉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人的脸呢 稍微白了一点 你有没有觉得哈 稍微的调白一点 嗯 就是调过了 好 咱们再看 这一张 这一张也不错哈 前排椅子也调 呃也也给消消除了 然后呢 把这条线 非常漂亮的线 给放在下面 呃 上面的话呢 稍微的 没有调正 你跟这张照片相比的话哈 你看这张照片非常的整 下面条线 上面条线 非常的稳 相比较的话呢 这张照片呢 下面调正了 但是呢 上面就一点歪了 歪不歪哈 我倒还要讲 你用这个crop tool啊 然后呢 点击一下的时候啊 就左左按鼠标的时候呢 他的照片就出来这个方格了 然后呢 你通过的方格来看这条线 是不是跟你的跟那个方格 平不平行的 这就知道这条线条没条比 条平 咱们待会再讲哈 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地方就有这点缺陷啊 呃 还有一地方呢 大家看仔细了哈 我觉得这张照片好像没有做 这个noise reduction 噪点降低 为什么呢 你要 把它照片放大 你看看右边和左边这个这个 绿色的荧幕上面哈 都有很多这个噪点 注意到 所以我不知道这张为什么没有 把这个噪点给给给降低 这是想指出的一个地方 好 这是第一张照片 咱们来看看第二张照片 这是石家平老师的这个 学生 一共的五张照片哈 这是原片 我看这一张 非常漂亮哈 这张飞的修修的不错 这是莉莉修的 这颜色啊 修的很到位 然后呢 主要就是一个平衡点哈 一个是 忍 忍脸上的这个颜色 还有呢 就是这个姑娘们穿的这个服装 这个蓝色哈 这一定要调出来 这张照片我觉得觉得条路不错 好 这一张呢 非常的呃 creative哈 就把它变成了单色的 呃 有地方呢 稍 我觉得好像就是 它的暗部啊 呃 还是很充足的 但是呢 它的亮部呢 就是高光的地方呢 稍稍有点不足 黑白照片的话 什么情况下 彩的照片 可以给它 convert成 那个黑白照片呢 就这张照片呢 黑白 它的那个对比度啊 非常的高的时候啊 做出的黑白照片效果非常好 也就是高光的时候 它有很多地方 很多pixel 低光的地方 也有很多pixel 这种情况呢 它做出的那个黑白照片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这张照片呢 我 感觉到就说 你看看这个圆片哈 高光的地方就是人脸啊 这个这个服装啊 还是挺多的 所以呢 换成黑白照片以后呢 好像稍微欠缺了一点 稍微加 把高光加高一点 就非常漂亮的 好 咱们再看看这一张 这张照片也非常不错哈 这一张跟那个刚才莉莉调那张呢 可能调的稍微的白了一点 不过个人个人的喜好哈 咱们看看这两张 右边是莉莉调的 左边呢 我不知道这个同学是谁哈 颜色呢就是没有那么浓啊 当然个人也个人喜欢都不错 只要就是说把人脸的 刚才讲的 人脸上的颜色和这个衣服 这个蓝色调出来 那就漂亮了 好 咱们再看这个 这张 这张呢 刚才接了我了 接了那个我刚才讲的话说哈 我觉得前面这个人脸调的还不错 但是这后面两位 这个姑娘的脸呢 我觉得 调的稍微的不够 你把它放大一看 你觉得他脸呢 稍微太红了点 你们大家有没有感觉 假如有这感觉的话呢 就觉得这两个脸呢 还调的不够 其他的调的不错 这个蓝色的袋子 调的非常漂亮 好 这是第二张照片 第三张照片 这是那个刘丹 女儿 只有三张是吧 然后书架呢 书架 哦 那个谁有人 有人没有做 好 咱们看这第一张 第一张呢 调的不错哈 这个人脸看得非常舒服 对吧 这颜色非常的漂亮 呃 然后我注意到呢 他运用的暗角这个技术 在这张照片 呃 我看了看哈 我觉得 这张照片用 用白色的暗角呢 好像是有点 有点 怎么怎么说 呃 画折天熟的眼 就是说我觉得 这张彩色照片啊 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呢 或者啊 把这个暗角啊 加深一点 这样的话呢 可能更能出出 这个中间的彩色来 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好像你觉得 觉得照片有点wash out 我会放到我的碗里 我有一种感觉 然后再看看第二张 这张的话我觉得就稍微好一点 就说它四周啊 呃 没有没有调 没有调白 然后呢 更能突出中间的这个颜色来 但是这一张的 这个这个缺陷呢 是什么呢 我刚才讲的这个照片 一定要放水 放瓶哈 用这个crop tool 这个container 这个container 是这种什么 Style 迪文 迪文 有麦克风味的 迪文 把麦克风 mute一下 是谁没有mute 迪文好像 好 接着讲 我把它mute一下 用这个crop tool啊 然后呢 点击一下 大家就能看到 你照片上啊 有很多这个线 对吧 然后大家看这个 这些屏幕的线 它是不直的 看了没有 我再试一下 大家看那个线 是不是不直的 所以呢 给大家借用这个 这个 overlay overlay 然后把这个线呢 调直了 啊 刚才这张照片呢 就调得很直 这张照片就调得很直 我试试哈 看到没有 这样照片就很直 而这样照片的话呢 它这条线是歪的 因为 你不直的话呢 这个 眼睛看上去啊 多多少少 就会受到 distraction 好 咱们看看这一张 这张也是非常creative 把它弄成那个 chrominal啊 单色 呃 这颜色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呃 呃 单色呢 弄得 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舞台上也弄得很非常干净哈 我看这个 这个水平线还是没拉直哈 稍微的歪了一点 可以 稍稍的这样转一下 好 这样看去舒服一些 当然了 我 我的眼比较picky一些哈 总的来说 都修得不错 大家的这个后期技术啊 在见长 非常高兴 好 咱们呢 今天 是咱们的第八堂课 第八堂课讲什么呢 我把这个大纲讲出来啊 怎么跑跑这去呢 呦 难道我 messed up 了 天哪 是不好意思 刚刚你说的 有那个小方格格是按什么键 可以出来的小方格格 crop的时间 哦 就是你先到这个 到这个crop 那个tool 对吧 点击一下 对吧 它先会出现这样的那个方格 对吧 对 然后呢 呃 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你不管是 它这个地方叫overlay对吧 不管是overlay是什么样的 你只要 左按这个鼠标器 它就会出现这个方格来 看到没有 左按鼠标器 或者呢 你就是按一下那个o key o key的话 它就变换不同的overlay对吧 然后其中一个呢 肯定就是这个方格的 好 两个办法 好 谢谢 好 不客气 好 咱们今天讲 呃 Lightroom的plug in哈 顺便讲讲 呃 当前的 这个 摄影后期市场 首先在给大家看这样照片哈 这个照片呢 是位 呃 盛和赛的 呃 一个 凑水沟 这凑水沟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Adobe Creek 这就是这个Adobe 他的公司的这个名字的来源 在 1982年的时候呢 是 1982年12月份呢 Adobe呃 是由着 John Warnock 和Charles Gesk 这两位 呃 先驱者呢 创办了这么一家后期软件公司 呃 他 他们原来是在 那个 在那个 深河赛的硅谷里面工作哈 后来辞掉工作了以后两人就合在一起 哎 就有这个idea 结果就 这个Adobe诞生了 呃 Adobe呢 买了不小买了不少公司哈 他在 2012年的时候呢 哎 他们呢 就 totally 把他们的市场 那个strategy啊 改变了 从 2012年4月以后呢 Adobe推行的是什么样的那个marketing strategy呢 大家看这个哈 他叫 SaaS 叫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 提供软件服务 他是通过网络呢 来提供软件服务 在之前的话呢 呃 任何的 Adobe的软件呢 都是一次性买断 比如说原来那个 Adobe那个 lightroom 呃 149 呃 你就买下来了 就可以永远的使用 但是自从他推出了SaaS这个service以后呢 他停止了这种服务 instead 呃 这个顾客呢 要 每个月付费 呃 当时Adobe make announcement以后啊 遭到很多用户的反对 呃 到了几年前呢 这个这个是几年前统计的数字哈 一共征集了 呃超过5万用户的签名 这个是那个他的Description 在那个Change.org上说的 呃翻成中文呢 呃就是说Adobe呢正在使用这种方法来欺骗 这些这些自由职业者和小型企业者 呃开始时候呢 不仅是每个月的订阅费呢 是高额费用 而且随时都可能提高 而且呢 无法 使用我们本来需要我们付出大量金钱才能在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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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那个这个Description哈 然后呢 有个人做了个统计哈 呃比如说 来动原来只需要149 然后现在呢 每个月 呃10块钱吧 9.99 这样的话呢 呃你 差不多一年 用了一年以后 这又花的那个费用啊 就可以 呃相当于原来的149 同样的哈 Photoshop原来是700块钱 然后呢 现在是19块9毛9 然后两年是将近三年的时候呢 呃就这个钱就就就就用用差不多了 当时大家觉得哈 呃这个Adobe这种做法非常的不地道 然后他的股票呢 肯定是往下降的 万万没想到 Adobe的股价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就是说 大部分 用Adobe软件的人呢 还是愿意 花费这个钱 来用他的service 当然了 作为咱们的这些摄影爱好者来说 是不太喜欢的这种strategy哈 呃 所以呢 现在的这种软件市场啊 我用两句成语来概括哈 是什么呢 一个是叫白隔针流 再一个就是 心风血雨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个Adobe公司以外啊 现在美国包括欧洲的一些这个软件公司啊 看到了机会 看到了很多的这种 不是很happy的这个customer 所以呢 他们来打造各种不同的软件 来吸引这部分呃用户 呃在这里呢 我列出 把这些所有的 现在市场上有的这些软件哈 给大家列出来了 第一部分呢 是要付费的 呃我用红色的字呢 标 标志了我们今天是要cover的哈 包括这个on1 呃Skylum的Lumina 然后呢 还有今天要着论 讲的这个niccollection 还有呃一个叫topaslabs topaslab呢 他的总 他的公司那是在Edison 就在咱们的dfw area 呃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软件公司 根据我呃近几年的 用用的这些软件的一些经验哈 我觉得哈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lightroom 这种每月都要交钱的办法的话呢 你想找一种软件能替代lightroom 呃我可以给大家推荐第一个就是on1 和第二种 呃Skylum的Lumina 4 这两种软件呢 呃他基本上已经接近了这个lightroom 那大家知道哈 lightroom主要是两个功能哈 一个是照片管理功能 还有一个呢是照片编辑功能 呃刚才提到的这两个软件 呃都有这方面的功能 包括 这个照片 那个管理和照片编辑 然后呢另外 另外两个呢 Tolpass Lab 和这个NIC Collection呢 他只是照片编辑功能 他没有这个照照片的管理功能 然后顺便提到一下 假如说 哎我不喜欢lightroom 我也不喜欢photoshop 怎么办呢 有没有就是能代替photoshop的呢 哎呃我看了很多网评啊 第三个就是affinity 这个呢 他的界面呃功能是基本上接近于这个photoshop的 假如你感对着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呃去摄取一下 而且他价钱不贵哈 50块钱我我我 我也有也有这个软件 大家给大家看一看 呃另外还有一种叫Capture One 呃据说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他价钱非常非常昂贵 300块钱 但是我听说是呃好像是富士 还是尼康的用户啊 你买了相机以后呢 可以免费得到他的版本 就他有好几个版本 一个是尼康富士的版本 还有一个是呃 general的版本 假如你是买了尼康相机 或者富士相机的话呢 你可以免费得到他的 可以免费使用他的软件 好这个呢是要付费的 呃这张slideshow呢 是列出了很多呃免费的 这个一些软件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呃看一看下载 当然了这个免费的软件 它的功能肯定就是不如 刚才提到的这些付费的哈 在去年的时候啊 呃这个这个人呢 搞了个调查 他也想看看现在这个市面上 这些摄影爱好者啊 到底是用哪些软件来做后期 呃其中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哈 呃Capture One对吧 然后呢这是这右边呢叫Affinity 然后中间是Lumina4 左左下角是On1 就像一个那个光圈一样的 叫On1 还有Exposure 还有Lightroom 好这个呢是呃 问卷调查的结果 当然了 Lightroom还是占Dominion地位哈 因为大部分人还在还是使用这个Lightroom 这就是这个问卷结果 百分之三三十一的人还是在用那个 Lightroom 然后呢 百分之十八的人用Photoshop 看一看哈 这个Adobe 呃这个软件呢 占领了几乎一半的那个江山哈 啊 好 咱们要看的是在左边的这个Pi 左下角呢是Lumina 就是绿色的Lumina 这个呢咱们要今天要呃 要去呃研究一下 然后呢 呃Purple呢是Affinity Photo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很这个界面呢 和功能呃很接近于这个Photoshop的 然后这个蓝色的呢 就是咱们今天也要呃探讨的O1 然后这个这个 那个什么土黄色的是Snap C 然后这个蓝色Capture One 然后再往上走这个呃 呃这个黄绿色和黄色 呃是这个Photolab 也就是咱们今天待会要讲讲的呃 Nik Collection 还有这个这个Pink 应该是紫色的哈 叫Gims 在右边看看 Gims呢它是一个呃免费的软件 它是最受欢迎的呃一款免费呃软件 好再看看天蓝色3%是这个TOPAS 这个Studio也是咱们今天要要讲的 这就是去年呃这样一个市场调查的一个一个大概情况 好这个呢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现在这个摄影后期这个市场啊这一种状况啊 呃当然了这个Lightroom呢它还是它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哈 呃所以呢呃越来越多的公司哈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onone啊这个lumina啊啊 topas啊都在推行自己软件的同时呢也把自己的软件呢作为 Lightroom的一种插件来用 就是说大发掌面讲的这些软件啊都有两种呃用途 第一种呢你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呃stand alone 就单独的软件呢 来独立来运行 没有问题 不需要 不需要把那个 跟那个lightroom结合在一起 第二种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 把它作为lightroom的一个插件 plug in来用 这是越来越多的公司 它是这样做法 因为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lightroom 在摄影后期 这个市场的一个地位 假如你不提供这种service的话呢 估计大家买的人就比较少 今天呢 咱们着弄要讲一讲 这个neak collection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它是free的 这个neak collection呢 它是2012年的时候呢 被google花了几个billion 买过来的 但是后来呢 google呢 觉得它的发展方向啊 好像跟它不符 所以呢 它在2016年的时候呢 它就offer给 offer给大家for free 所以那个时候呢 流行的 流行的一段时间啊 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 另外一家公司叫dxo 看到这个机会了 它呢 又把这个软件呢 买过来了 买过来以后呢 还是可以free download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个dxo啊 把它做了一些修改 然后呢 给它灌上 这个版本3 你要到dxo的这个网站去看 版本3呢 就再也不是free的了 咱们来到它网站上看一看 他现在出了4了 它现在多少钱呢 upgrade呢 是49 买的话呢 是99 倒是倒是倒也不贵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 看来这个名字啊 dxophotolab 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 unique collection 它给它换了名字啊 它一共呢 包括了7个module 这个7个module呢 咱们今天都要一一cover 好 咱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 nique collection 给它打开 大家都下载了吧 那你没有 没有nique collection的话 那你只能是看 啊 好 大家呢 可以先用这样照片 一把拿到扇纸 nique collection呢 右击 照片 然后呢 你会看到 edit in 然后呢 把鼠标往右拖 这边 所有的 这个list 都是 来动的插件 我的比较多 大家不要吓住了 首先 往上看 最上面就是 这个photoshop 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讲 就说你可以 把photoshop和那个lightroom 结合在一起 把photoshop呢 作为 lightroom的插件 来用 在这个例子 请讲 我把那个软件 download了 完了以后 也看得到 它那个file 在program file里面 但是你现在这个right click 就看不见 是不是什么地方 我还要把它import一下的 说明你装的installation的时候 做的不对 还有人有这个问题吗 今天那个谁 还有一个学生好研 有同样的问题 假如说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可以去menu里把它包困在内 怎么包困呢 到这地方往右下第二个 你随便随便click 我举个例子 你可以click这个 click这个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界面出来 我还不是这个 我click on一个 add it in other application 它有个preference 对对对 因为我地方好像不见了 为什么 就你click这个下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 那个界面出来 对吧 然后呢 你menu里告诉它 把它的exe file 给找出来 然后呢 你再把它命名 比如说 比如说第一个 analogFX Pro 然后它就会记住 这就是manually把它给 我现在 我现在add in add in那个 就是 那个就是 你重新 重新add in 对我是color FX Pro 没有没有 那个Lily 你这是没问题的 我现在讲的问题是 有些人装了以后 它看不到 看不到这些 这些那个插件 假如你看不到 这些插件的话呢 你可以去menu里 把它加进来 好 刚才讲的了 就是又按 这个键盘 然后呢 你会看到 你下载的 这个NIC Collection 的六个module 还有一个module 你是看不到的 这个待会咱们再讲 就是它的HDR的这个menu 咱们首先呢 来 看看它的analog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大家就会看到 这样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 pay attention 第一个选择呢 这上面三个 你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呢 是 要 让它来编什么 是你 它给你 create一个新的copy 这上面呢 这个copy呢 有lightroom的adjustment 这是第一个option 第二个option呢 是edit a copy 但是呢 没有lightroom的adjustment 第三个呢 是edit original 一般呢 我建议大家用第一个选 第一个option 就是说 create一个copy 然后这copy呢 是你 包括了你 刚刚做的一些adjustment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 一般编照片的流程 一般都是 你首先 肯定是在lightroom里面 做了一些调整 对吧 做了一些adjustment 光线啊 那个什么 色温啊 降噪啊 之类的 这可以都是在lightroom里面做 对吧 然后呢 你要做其他的改进的话呢 再到这个nick collection里面去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已经做了lightroom的一些adjustment 假如说你用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呢 用第二个的话呢 你这个lightroom 这些adjustment 就不存在了 好 第三个呢 这缺陷是什么呢 这个缺陷就是说 它是在你的original file里面做修改 假如说 for some reason 你要 回到你的original file去的话呢 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我的建议呢 大家都用第一个option 就是说让它 重新create一个copy 这copy呢 有这个带有你刚才做的lightroom的一些adjustment 然后呢 让让那个nick collection 用这样一个copy去做修整 这个是上面的这个option 田老师 你现在前面你是选了哪一个 我刚才没听到 OK 我再来 右肌 add in 然后选第一个 叫analog 选第一个 对 analog Effects pro2 对 后面字你不用记下什么 Effects pro之类的 不用管 就看analog color 还有silver 不管你选的哪个module 你得到的界面 都是一样的 OK 好 咱们接着往下讲 然后下面这个呢 也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呢 是file format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请讲 OK 刚才没显示出来 我点一下 好 点击一下 你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呢 是叫tiff t-i-f-f 第二个呢 叫psd 第三个是jpeg 我建议大家用tiff 这样的话呢 好区分开来 这个tiff呢 也是一个 比较standard的一个format 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你经常用的 你说两个插件 除了lightroom以外 所以在lightroom里面呢 你知道你是用那个raw file 加能的话是叫cr2 对吧 然后呢 假如说你用那个nick 用那个tiff的话呢 那么以后你就知道了 凡是这个photo啊 是tiff结尾的话呢 你就知道 它是在nick collection里面修过的 然后假如你有photoshop的话呢 你用psd for photoshop 或者是另外一个 这样的话就好区分开来 这个file的来源 这是file format 第二个呢 color space color space咱们原来讲过 讲过这个sRGB和 这个Adobe RGB 的区别 一般来说呢 sRGB的那个color space 它的颜色是最少的 然后呢 Adobe RGB是比较多的 然后现在出来一个叫pro photoRGB 这是最大的 我建议呢 这个呢 跟你照相机的这个设置 或者是用那个lightroom的设置 要一样 假如说你只是边边照片 不打印 都什么之类的 你选sRGB就可以了 然后呢 第三个呢 是它的那个bit depth 就是说 它的那个 这个颜色啊 是基于8个bit 还是16个bit 这个咱们原来讲过 JPEG呢 是8个bit 然后呢 raw的file呢 是16个bit 它的颜色就非常多 这个地方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16个bit 好 resolution 它低幅的是240 我建议大家呢 改成300 300一般来说 是比较高的一个 那个resolution 一般的打印机啊 240都是足够了 除了那个epson epson它的那个 那个像素比较高一点 它一般要求你用300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用300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compression 请大家用那个none 就不要去压缩 好 这就是这个界面的一些解释 好 弄完以后呢 我再讲 多讲一句 回到上面这个地方来 假如你手 手第一次来编这个照片的话呢 我建议是用这个edit copy with lightroom adjustment 对不对 好 但是假如说你们到那个nick里面去以后 然后呢 又回来 回来以后它已经产生了一个file 对吧 然后呢 假如说你想第二次 再去再想去那个nick collection 去做修改的话呢 这种情况 我建议大家是用edit original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去create那么多的这个photo file 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讲 好 现在大家跟我一样 选择第一个 然后呢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 然后点击一下edit 这样的话呢 lightroom就会把这个nick collection的第一个module analog给kick off 稍微等一下 他这个界面就出来了 好 咱们今天要讲讲这个界面 这是这个nick collection的界面 咱们现在用的是第一个module 叫analog 其实呢 所有的那个 等我啊 warning 其实这个所有nick collection的它的module的界面啊 都是一样的啊 好 咱们再讲讲这个界面 它的界面跟那个lightroom有点类似啊 中间是这个照片 然后呢 咱们讲讲先讲上面 这个呢 我的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 repairing file for the editing 就你的界面还没出来是吗 对 我看现在 现在出来了 ok 好 大家先看看上面 上面这一地方 最左边 对不起 还有一个 他现在就是界面问你lader还让你install now 他说nick update 成为了 ok 是这样啊 他有一个有一个想check the user的这个一个地方 就是说 他想 他想让你去买这个新的版本 知道吧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次用一定要选择no啊 不然的话他就会把你带到他的他的那个网页上去让你买新的那个版本的 他没有no 就是说lader lader ok lader 你假如说选择yes的话他他以为你要做upgrade 他实际上是要把你带到这个这个新的版本一百多块钱的 好 大家看到我箭头啊 鼠标器 这个呢 和右边的这个是一对啊 他实际上就相当于咱们那个lader里面讲过的 就是一个把它click 他就把左边的panel啊给hide的起来了 右边那个也hide的起来 这样的话你更那个contract on the picture啊 一般你可以把它给他不用理他 好 再往右走的三个这三个icon哈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讲你照片改完以后你想compare一下 首先这个呢就是single image view 这样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要看看现在是已经改过了对不对 你想看看 哟我原来的那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摁一下这个compare 摁一下去 现在中间呢就显示出是你到了neakcollection之前的 这个效果 然后你松开的话呢 他就把现在那个修改过以后的这个效果 给你display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single view 好第二个是叫split 点击以后呢中间一条线哈 左边呢就是before 右边是after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鼠标呢 点到中间这条线 它就变成一个左右的箭头 然后你可以往左拉或者往右拉 好记住 左边的是原来before 右边的是after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不是split 就是side by side 大家click一下 他就把before on the left and after在右边给你比较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看这个这个照片的效果 好大家看一看这个这个右下角 before的右下角哈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的这个file name 它的结尾是叫tif 对不对 就是刚刚咱们讲的tiff 它就取得前面三个字母tif 等到以后咱们save起后到那个lighter里面去看 这个file名字呢就是tif 你一下就知道 哦这是通过neakcollection所修改过的啊 ok 好这是三个view 好像还有一个编辑什么的一个名字 那个不用管他 嗯 好 这个是左上角的 然后右上角呢 是一个zoom 就是让你 让你来放大或者是缩小 啊 然后呢放大以后呢 它有一个navigator 就像那个咱们lighter里面左上角的navigator一样哈 你可以用的鼠标啊 把这个小方块啊 这小方块就表示中间这块screen 你要看上面看下面啊 通过这个小方块 用mouse用鼠标把它drag up and down 啊 我这个照片怎么现在就是找不到那个neak呢 不知道怎么动了哪一下 那就是那几个就像你现在左边那个小的那种 小的矿的那些照片都找不到了 把它弄 没明白你的意思 你动了那个 你动了旁边那个箭头 我动旁边的箭头 嗯 再把它动一下就行了 最左边和最右边 最左上角和最右上角 你你是不是动了这个这个hide key啊 是这样吗 你你现在情况是这样吗 看不到左边 看不到右边 对我看不到那几张小照片了 对对对 因为你把这个左上角 这有一个有一个叫hide and the shoulder 你再点击一下 它凡是箭头往往左指的就是让你把这个左边的hide hide 往右指的就是让你把右右边的hide起来 对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 这样有了吗 嗯 还没有 没有 你看你看到我箭头 看我的screen 看我的鼠标了吗 看到了 但我没有这个这几个 不可能 你这上面的没有 不可能 Compare有没有 看了Compare了吗 Compare没有啊 你Compare没有 对啊 我都不知道是刚才在哪了 那你往上 你把那个你的鼠标放在最上边 那个边缘的地方 它可能会下来 你是不是藏起来了 是不是到上面去了 你拍张照片 发到群里面 大家可能可以看一眼 你长什么样 你你你这样吧 呃 莉莉你这样你 你用那个右下角cancel 你重新启动一下 从那个light里面起 起过来就看 就可以看到了 重新cancel 把它cancel一下 右下角有个cancel对不对 我看 没有啊 那你在哪一点啊 cancel 看我箭头 右下角有cancel 看到了吗 哦 我还没有呢 我是不是 我应该在那个 没有你按一下 你那个esc那个键 键盘上的esc 左上角的esc 左上角的esc 你按一下 我按了 他就会问 他会出来个warning do you want to cancel the session 没有 你说yes 你cancel了 等一下 我重新启动一下 对 你从那个lightroom里面重新 我把它关一下 好 现在有了 ok 好行 好 咱们接着讲 右上角哈 这个zoom 假如你超过的话呢 他就会出现这个navigator 咱们回到这个 他没有lightroom这个fit之类的 50% 好 然后呢 再往右看呢 有一个小灯泡 是不是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呢 是把你的照片的这个背景颜色做改动 有白的 有灰色的 还有黑色的 跟你个人的喜好 你自己调一下 好 这个是上面的 这些 这些菜单 然后呢 咱们再看看 右边的 右边的话呢 大家看没看到 有一个叫basic adjustment 看到没有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说 他 左边第一个 这个preset 哈 是启用了 这四种不同的 呃 preset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看的这个照片哈 他实际上是用了四种不同的 preset 你也可以这样 假如你不不喜欢其中一种 比如说第二种叫dirt and scratch 假如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 把这个 勾啊 给它去掉 这个变化不大哈 咱们再来看一个 咱们这样先把照片呢 弄到 比较的那个去掉变化比较大 feel type 啊 把第三个去 好像第一个 哎 第一个大家看到区别来了 看没有 把第一个去掉 它区别就来了 然后呢 它还让你 把这个 这个tone啊 做改变 比如说 它的warm 现在是setting default哈 是warm 然后你可以改成cool 然后呢 cool的话 又有这三种不同的cool 你可以任选一个 它照片的效果呢 也随之做了变化 或者你选择其他的subtle 然後呢 所以它的非常多的option在这 然后呢 你在哪里点出您的几个小tone啊 就这个地方 control point Default是warm 看到没有 Default warm warm 你是四个吗 一个是detail 一个是brightness contrast saturation 哦 没有没有没有 你现在是这样 你把这个highlight起来 呃 你可能把这个打开了 对吧 这个还没讲 哪一个打开了 你control point 任何一个打开 你现在把它把这个三角啊 点击一下 它就会minimize 你把那个basic打开 关上是不是 对对对 你刚才看的是里头的 我现在想想大家看看外头 把那个der 第二个那个 对 啊啊啊 der的那个打开 我刚才看 刚才看的是那个film type 哦 你刚才看的是film type 对 这样更简单哈 这样 大家看一下 就说这张 这个效果哈 咱们看一下 是叫classic 呃 camera1 对吧 这个效果呢 是由这四种 不同的preset 所结合在一起 造成呃 产生的这个效果 假如说你对其中 其中一种preset 感兴趣 想去做微调 你可以把这个 其中一个preset呢 给它打开 刚才咱们看的是这个film type哈 比如说 刚才那谁说 你点击一下这个basic adjustment 它出来的话呢 就是不同的这个menu option 包括detail extraction brightness contrast situation 还有这个control point 啊 control point咱们待会再讲啊 然后呢 假如说你对这个 不想微调 你可以试试第二个 叫dirt and scratch 哎 它 又有不同的选择 这个就是说 它想给你 给你营造一种 就是旧照片的感觉哈 比如说咱们 可以选择最 最后的一个 这个是比较dirt 它的texture哈 是比较scratch 看到没有 这个照片一下就出来 这种比较脏的 比较破旧的这种感觉 看到了 看到了哈 ok 然后呢 它还有这个strength 你可以给它 还可以调 比如说百分之百 你觉得太乱了太脏了 你可以往右拖一拖哈 然后里头还有 现在是dust and limit 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 比如scratch 看到这个 这个照片的scratch 我随便选一个哈 看到没有 它这个texture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微调的 好咱们讲了这个zoom out zoom in background change 其他的justman panel 哦 还有一个就是 再看看右边这个panel 最下面哈 有个叫loop and histogram 大家点击一下 左边呢就是loop loop就是这个 就是照片的像一个navigator一样哈 你要想具体到哪 这个我觉得它设计的不是很好哈 你不知道哪是哪 然后呢 右边点击一下histogram 这个倒是有帮助的哈 你可以借助这个histogram来调 看看是不是balance哈 这个loop是干什么用的 loop就是说像个小地图一样 你可以就是用这个鼠标去看 比如说讲到那个noise reduction的时候 你想看看照片有没有这个noisy 对吧 你可以看 这地方有noise 好 那个 那个左边你要是点那个右 点那个loop的话 它那个左边呢 它有一个description在你的左下方 就是告诉你这个loop 那个loop display是什么意思 嗯哼 看到没有洪阳 我看到了 但是但是那个抓不动 就是说它是说是detail 但是我主要是看它这个 上面有个小手是不是 我 我 因为大家是从那个lightroom过来了哈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用处不是很大哈 大家主要是到这个nic里面来是做 调一些那个用它的preset哈 所以这些细的地方估计是会用不到 好 咱们再来看看 呃 我看我的讲页哈 adjustin panel 这上面有去照的东西吗 有有去照它是用 咱们待会会讲 哦 它有专门的去照的module 对比一下nic和tops去照的效果 对对对对 咱们今天要做作业的 好 好 再回到左边哈 左边呢 给你列出来不同的preset 对吧 现在大家看到可以看到一共多少种 九种对不对 大家可以任意点击其中一个 然后呢 它中间的照片呢 就按照你的指令来做这个相对应的调整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group 叫classic camera 好 大家看着看 classic camera 这右边有个箭头 看没有 大家点击一下 哎 它又出来这个一个菜单 这个菜单里头哈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 咱们先来看看black and white 就第二个 第一个呢 是这个这个default哈 首选 咱们点击一下第二个black and white 就是说 我刚刚忘了提了一下哈 咱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个module analog analog呢 它是neak collection里头啊 一组 一个一组preset 它的preset呢 是专门为你打造那种过去用胶片机 照出的那个照片效果 好 假如说你想照完照片以后 你想这个照片呐呈现出过去那种 呃 那个古典的怀旧的破旧的 甚至呃 怎么说怀旧的那些 有有怀旧韵味的那些照片 哎 你就可以考虑 用那个analog 这个module 啊 现在咱们看的是第二个black and white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呃 preference 点击不同的 这个 它的preset 像 这个就 我觉得就挺好看的 而且它给你弄了一个frame 看到没有 这是black and white 2 就非常漂亮 这张 同样哈 在右边 你也可以根据 它的一些detail的那个menu啊 去做呃 选择啊 比如说 现在是black and white neutral 对吧 你可以 用这个cool 这个不是很好看 这个还还凑合 这个可能就更更旧一些 OK 这是black and white 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哈 在克里格的右键头 回到刚才这个这个tool那个menu上去 呃 我想让大家看一看 第二排的第一个叫motion 这个motion呢 它就会给你照片呢 给营造一种呃移动的一个感觉 当然这个照片不适合哈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到 中间有圆圈 对不对 它呢 是让你来customize 你的motion 好 大家用鼠标呢 点击一下 呃 肯定的这个人脸是不能有motion的哈 所以呢 大家把这个圆中心啊 放在这个脸上 马上这个人的脸呢 就没有motion了 诶 它的周围产生motion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 这个两个圆圈的这个拖动 来变动它的motion 比如说 这个 对 看到吗 我可以把圆圈缩小 把这个弄大 这个只能是缩小弄大 咱们来换换另外一种哈 看那个motion4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来做那个鸟的那个pan的感觉 可以 像那个你拍的鸟啊 在飞行 或者是 假的 还有 还有运动一些照片呢 你都可以借用这个preset 好 这个呢 看哈 比如说你用 把这个点放在人脸上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人呢是vertical的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椭圆呢 给它变一下 这个好像还可以变 这是往下变 哦 这个是变这个motion的这个 方向的 方向 你转那个 转那个椭圆呢 椭圆应该本身可以转 对 这样这样转 你技巧就是说 你把这个mouse放在一条线上去以后 它出现一个左右摇摆的箭头 这种情况 把变化一样的东西 把这个箭头啊 对 转一下 这样的话呢 更适合这样照片哈 因为这样照片是 这个人是素的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拉长 OK 这就是这个motion哈 大家可以有功夫可以探讨一下 好 下面一个呢 我也想给大家介绍 叫做wet plate 这个非常有意思 它什么 什么意思呢 它就好像这样照片呢 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一样哈 大家看一看 在哪里 点击这个wet plate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还是刚才那个地方 右箭头 回到那个tools是吧 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wet 中间这个wet ok 好 就会出这个照片就好像跟那个 这个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咱们换用第八个 Wet plate 8 8怎么是黑白的呢 呃 因为这张照片 那个彩色不是很多 所以被他一调的话 就就好像近随黑白的 好像没有 不是黑白的 不对 是不是刚才那个黑白没有去掉 我这怎么都成黑白的了 我是个彩色照片 哦 你是个彩色照片啊 那可能是 是什么什么地方 你把它变成黑白了 或者就说他这个 或者刚才做黑白的时候 是不是把它变成黑白了 没有没有 他是这样 假如你不save的话 他不会 不会把原来的save起来的 就是说你没 没选 呃 这个很重要大家记住哈 就是你 比如你选的第一个 我没save啊 我没save 但是怎么可能 可能那个现在变成黑白的了 我估计他这个这个module 这个preset就是 就是弄成这种颜色的 好 我刚才讲的 就用这个颜色啊 对 我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 最后一个是90彩色的 对对对 估计就是这个preset就是这个颜色 好 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 你在编辑这样照片的时候呢 你想尝试不同的preset 对不对 好 你点击了这个wetplate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后来 又到其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preset group里面去找 假如说你这个地方啊 没有save的话呢 它是不会 把前面那个preset 给保存下来的 就是说 你选用一个新的preset的话 它总会overwrite 你previous的preset 好 待会咱们再讲 怎么去 呃 运用 呃 多于一个的preset 就是你想 这个也 preset我想用 然后呢 我也想用另外一个preset 你可以怎么 把两个以上的preset 给放在一起 咱们待会再讲 好 这地方啊 呃 webplate 你右边呢 也可以选择哈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这个 你选择好的话呢 他的照片好像真的 楠老师 刚才你说这个webplate的 你是最后 你刚才说他很有趣 是说他 像在水里进过一样 是不是 哎对对对 是照片是在水里进过 还是还是怎么样 就说你的照片的效果啊 就好像是在水里泡过一样 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吗 呃 就是照片也弄坏了 对不对 对对 他就是 他就是给你提供这个 这种opportunity 就说哎 让你把这照片变成一种很 好像你们家 你们家主屋里面贴的墙壁上 贴的一张照片一样 这是不是你 比如说你那个三 三代以上的老奶奶 举了把扇子之类的 好 你还可以调用这个右边的 这个不同的texture啊 这样他更像了 看了没有啊 这张照片 是不是像你们家 g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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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 好 这是wet plate 然后呢 第六个 sato boga 这也很有意思啊 大家来试一试 有有有 大家可以听见我吗 为什么我这个真的就是 变成黑白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 对 对 我看看啊 对 我知道了 我选 好 下面选的这个sato boga 比如说选第一个 这个在人像里面 我觉得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哈 他就说你要造成那个boga 这种效果 这张照片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因为 他就是一个模特对吧 没有背景也没有前景 假如说你有一张照片 是有前景和背景的话呢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preset呢 把背景和前景都可以变成blur 就是boga 跟刚才一样 你可以这样旋转哈 然后呢 make sure的人脸是 是清楚的 然后呢 大家往右看哈 注意到他的这个 这个rotation之类的 这个其他的option 大家都可以试 自己试一试 包括这个boga style 它里面的选择特 非常多 好 这个是boga 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第七个哈 叫double exposure 就是说 比如点击点击第三个 它可以 让你的照片呢 产生两个人 就好像是做了两次曝光一样哈 而且他给你提供的就是 这个做修正的 看了没有 你可以把第二个人 这个功能可以导入另外一张图吗 就比如说想做两张图的blend 这样子 这个可以吗 我还没明白你意思 你说两张图 什么意思 就是它不是这种就是double exposure吗 有的时候是 将把两张图叠在一起的那种 这个不行 它是在一张图上做 一张图上啊 对对对 double exposure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第九个哈 vintage camera 这也是一种就是营造那种 比较antique 怀旧的那种照片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最后一个叫 multi lens 这个也很有意思哈 嗯 大家点击一下 他就把这张照片啊给他给他分成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每个你都可以调哈 again 你只能是用用一张照片 当然呢 假如你照片有呃 比如说好几个人 你可以通过把其中的一个人给他调成一个一个方块 然后你看看右边哈 右边还有各种不同的这种format 大家可以使用 然后中间这个包括这个中间的格 这个格子哈 可以换成白色的黑色的都可以 等于是就是说 嗯 每次就是打开一个照片 就要重新去edit吗 没有 呃我觉得 莉莉问的问题问的比较好哈 就说 回到咱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你就说 既然lightroom给你提供了那么多方讯 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个nick去去做修软呢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说 lightroom呢 只是给你提供一些basic一些呃编辑功能对吧 假如说你想把这个照片呢 变得更有味道 比如说这种那个复古的这种味道 那个lightroom就做不出来对吧 当然lightroom也有一些呃preset 但是他的preset还是比较limited 就比较有限制的 这个nick的话 他就给你打三一三大门一样 他里面很多不同的这种option 不同的preset 让你在选择 然后让你在呃 用的当的话呢 你照片呢 可以变成不同风格的照片 当然咱们现在讲的只是其中一种哈 呃 待会呢 咱们又讲其他的module的时候 你可以就感觉到这个这个nick 它的这个function呢 是很很powerful的 好 咱们第一个呃 这个module呢 就接到这里啊 就是这就是这个analog 这个module 好最后呢 假如说你喜欢这样照片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一下右边的save 大家都点击一下 选择一个你比较呃喜欢的preset 然后呢 点击一下save 这样的话呢 他nickcollection呢 就会把这张照片save起来 然后呢 又回到了这个lightroom 看见哦 现在马上那张照片就变成了 这张我刚刚修改过的照片 好 我再讲一次 他就把那个nick关掉了 哎他会自动的把nick关掉了 对 又回来了 你说cancel掉是吧 不是不是save啊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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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save 这就是 这就是用那个plug in的好处 就是说你用它时候呢 启动 然后呢 你save起来以后 它又关掉了 所以你回到你的main那个program which is the lineroom 释放内存和那个计算力 计算资源 但是我刚才我重新换了一张照片 换了一张照片以后 它就没有就是我同样是edit edit那个nick 但是就是说它就出现个difference 但是刚才我那个又不太一样 就是很多 没事 没关系 咱们待会还会做同样练习哈 我现在想想 save到哪去了呀 save到你 你自己可以选的 你先选一个folder去save 他没让我选呢 他一定save no 他一save就关掉了 save到你原来那个了 原来那个folder了 对 这个 这个就是plug in的好处啊 你只管save 他会自动的找到你的lightroom的这个folder 他会把那张照片save起来 ok 不需要你去找 好 大家看了这个 看了这两张照片哈 我想大家那个paint into那个这个file name 这张圆图哈 大家看了这个地方 他名字呢是1601 你现在又回去了是吧 在lightroom里头 现在lightroom里头 那我cancel掉 好 没关系没做完的同学没关系 你cancel一下 因为我们还要回到那个linkclash里面去的 好 现在是1601edit对吧 然后呢看看刚才改过的照片 他在后面加了一个后缀 edit 看了没有 然后呢extension是tip 这个是他的defaultsetting哈 他因为他不想就是 那个avoid的 那个什么重复的名字 所以他自动给你加上一个edit ok 好 这个呢是咱们要讲的第一个module 第二个module呢 link里面呢叫color effects pro 好 好 咱们现在用哪张照片 用这样照片吧 这个 这是在国内 国内河北 可以 帮上 我帮上 一个糊拍的哈 好 大家跟我一样哈 又按键盘 又按鼠标 然后呢 找到的edit in 然后呢 这一回呢 选择第二个 叫color effects pro 4 大家重新看了这样一个界面哈 跟刚才一样 就 make sure是第一个哈 然后其他的都不用管他 这样的话呢 这个nik又 又launch了 他的界面呢 你这个地方就是later 他界面呢 是跟刚才的第一个module是一样的哈 但这回呢 是color effects 跟你做同样的操作 但是他界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 就是左边 什么意思 我说我跟你同样的操作 但是他界面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 你选择的是color吗 effects 对 是color跟你一样的 你在哪选的color effects 我还是在那个edit edit在那有吗 edit完了以后 你那个箭头方向右移嘛 他有几个选项嘛 就是color 我刚才没选啊 好大家看 看了我的那个screen edit in 然后呢 color effects pro 4 对吧 按一下 他就会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 就会启动这个 nic collection 那莉莉你说 你的界面跟这不一样吗 我的界面就会出现个这样的 出现哪样的 我现在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我 你给我发过来了 你是另外一个 而不是用 你刚才不是用analog了 是吧 color effects 对对对 现在我们是用color 我现在 我现在用的是啊 问题是他就是 我 我跟你一样的操作 他就出现这样的 没有没有你发过来了 跟我是一样的 怎么会不一样呢 左边不一样是吧 没有左边这个 哎呀你别着急啊 莉莉不要着急 好 ok 他的是看的是这样的 对 或者是 这个咱们还没讲哈 因为 呃 刚才在那个第一个module里面 这个选择不多哈 好 咱们现在呢 早点讲讲 左边的哈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 呃 color effects pro4的话呢 他就会出现 这个八个group 这个呢 就是NIC collection里头的 color effects 所有的preset 你可以选择 all all的话呢 他就把所有的preset 都列出来了 看到没有 哦 现在是我这是all 所以他是所有都有 对 然后呢 他下面呢 有分的group 包括 风光 大家点击一下landscape landscape 然后他出来的是这么多十几种 然后wedding 出来的十几种 然后architecture 然后呢 nature portrait 都有十几种 假如说你想看所有的click 这个all 好 Lily make sense right yeah ok 行 好 咱们现在呢 呃这张照片是风光照片 对吧 所以咱们 要选择landscape 对吧 好landscape 咱们选择一下 呃 随便吧 咱们来选择一下这个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 叫detail extractor 大家看看 好 这个 是一个preset 但是呢 它里面又包含着不同的 呃 回到这个地方 大家首先点击一下landscape ok 然后呢 选择这个detail extractor 右边不有几张照片叠在一起的icon吗 好 这说明呢 这个呢 preset有subgroup 大家点击一下 这有四张不同的 它这个 这个 preset呢 是 是一个category 但是呢 它这个这个 extend不一样 大家可以 可以试一下哈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它一些细微的 这个变动 比如说点击一下第四个哈 改变就非常大 好 对它右边的那个选项都不一样了 没错 它选项是一样 但是就说它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比如说哈 啊不是右边那个 它那个每个每一个那个选项 它的它的数字尺度 对对对没错 比如说最后一个 它的situation就比较高 对吧 好 在这地方呢 我想借助这样照片呢 讲一下 这个nick collection 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technique 叫什么呢 叫control point 好 大家看看右边panel哈 倒数第二个 有一个叫control point 你这个你选了第几个呢 第一个吗 第四个 大家都选第四个 你现在选了第四个是吧 对 好 大家点击一下control point 透明度啊 不是不是 control point的打开以后呢 它在它右边有个加号 有圆圈加号 一个圆圈减号 看没看到 嗯 好 这个control point啊 是nick collection的一个pattern哈 它是一个专利 这个control point呢 也可以叫做U point 这个用什么来比喻它呢 就是说可以用photoshop里面的mask 来比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想这个照片呢 有这种效果对吧 但是呢 你觉得这个效果啊 不应该apply to everywhere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control point 来control它这个效果在什么地方来产生效果 好 咱们来举个例子哈 大家都用箭头啊 你点击一下这个圆圈加号 这个意思是说我要加一个control point 这样的话呢 你的鼠标就变成了一个打靶的一个标志 大家还没看到我的鼠标 这个意思是说你可以把这个 在这个鼠标 我这个比你小多了 我这个哈 没事没事 我说我这个圈比你小多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比如说这张照片呢 我只想把这个效果啊 放在这个下面这一堆草上 这个壶呢 这个效果反而不好看 太黑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想在这个草的地方呢 弄control point 首先 我把这个鼠标放在右边这一块 摁一下 大家就看到 它就出了两个点 对吧 第一个点呢 上面 这是control 大家把这个鼠标啊 放在这个最右边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往左往右拖 你就会看那个圆圈出来 这个圆圈呢 是 给你定义 你这个 你这个效果啊 在哪个范围内起作用啊 所以呢 这个圆圈最好就是包括 包括这个 这个草 好 第二个呢 大家 鼠标点击的这个时候呢 就会看到一个字啊 它叫 opacity 就是透明度 它就是控制这个效果的呃 怎么说 这个效果的程度 一般呢 百之百是就是呃 百分之百的效果 假如说 往左边的话就是零 零percent的效果 好 所以呢 大家看看哈 就是说 这个效果 这个第四个这个效果啊 在这个地方起到作用了 而其他地方呢 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好 假如说有人问 哎呦我左边还有还有草 我也想用这种效果 怎么办呢 哎你可以copy这个control point 怎么做呢 大家在界盘上左手按一下Alt Alt 然后呢 Mac上是这个 是option吧 是吧 对option 然后呢 按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鼠标哈 点点击的这个这个点 然后呢 往右拖 你按哪一个Alt吗 Alt 对 啊 往左拖 哎 大家还没看到 这个圆圈呢 就会被你拖过来了 当然了这个时候呢 这圆圈 太大了 对吧 所以你想给他 没拖过来啊 掉掉了 再重新拖一次 然后呢 圆圈 稍微小一点 对吧 我看你拖的 好 我再拖一次哈 比如说我把这个拖这 然后呢 我想再拖一个 先按一下Alt 你不要不要松哈 不要松开哈 Alt一直要摁着 然后呢 这个箭头指着这个地方 然后你再拖过来 哦 看到了 好 圆圈呢 你再缩小一点 这样的话 你要拖到第一个点上 对吧 上面那个点 就是你拖 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点到这个第一个点 对 你的source 好 现在呢 我就有三个control point 对吧 好 也就是说 你三个control point 这个圆圈范围哈 都有了这个 这个效果 其他地方没有 那么 假如你想知道detail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圆圈到底是 什么范围呢 咱们在light rule里面讲的 你想看这个 这个效果的这个 那个 比如说你涂脸对吧 你知道这个脸哪一地方涂 哪一地方涂 哪一地方没涂 是用什么key来的 大家还记得吗 用all key 记得吧 你按一下all key 你就知道你脸涂没涂 好 同样道理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control point 大家看没看到 右边 我的已经有了三个control point 对吧 你们的不知道有几个 好 现在呢 假如说你用的鼠标 点击这个上面这个方块 整个照片呢 就变成一张 呃 一张那个什么negative的照片一样 哪个方块 就这个白的方块 好 我看到我的鼠标 变成白的 你 大家看没看到 你鼠标 看不到你鼠标 在哪里 大家看没看到这个三个control point 的上面 有一个圆圈 在右边有一个白的方块 那个白白的方块呢 上面有个圆圈 哦 可能这换的one 那有个方块 对 一个圆圈 一个方块 好 大家看了这张图呢 呃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scare的哈 怎么看呢 就是它亮的地方 就是起作用的地方 好 大家看没看到三个点哈 第一个control point 这个地方都起作用的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在最左边哈 这个地方是起作用的 第三个地方 这个地方起作用的 所以白的地方呢 就是起作用的地方 黑的地方 像上面的地方呢 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make sense 好 假如说 我左边那个啊 要我made a mistake 我不想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 给它delete掉 首先你可以给它 哎 把这个checkmark啊 给它disable掉 哎 左边那个就不见了 看没看到 好 假如说 你不想要 呃 第几个 不想要第二个哈 你highlight起来 右下角还有一个叫 trash can 看到没有 你可以它delete掉 它这个就不见了 好 哪个右下角 就是右下角 有个垃圾桶 你看那个垃圾桶的icon 没看到垃圾桶啊 你仔细看 看到了看到了 哈哈 好 然后你回到这个点 再点一下这个icon 哈 他就把这个 这个control point 给hide 给show 给hide的起来了哈 就回到这个照片 这个呢 就是nege collection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技术 叫you point 或叫control point 任何module 都是可以用到 这个这个技术的 好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这个好像那个拖那个 我刚才一按的那个 就是右上角 那个小方块 我一按我 这整个就成一个白纸了 什么都没有 什么地方一拖 变成白纸了 就刚才那个小方块 就是那个control point 上面 ok 没关系 你再点击一下 它就重新回来了 对 但是好像我的拖的 好像都没起作用 是吧 但是你 你有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你下面有没有看到 这个control point 呢 你有吗 我有 我有三个 ok 那你有control point 但是你control point 那个opacity 可能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100 哦 那个透明度 是吧 对透明度 你要把它弄了100 你就可以看到 好 好 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讲的 咱们回到这地方来 然后第二个地方我想讲的呢 就是 我刚才提到问题 就是说怎么 我要用两个以上的这个preset 或者是或者的filter 好 比如说我想 我觉得这个那个preset的不错哈 呃 我经常用filter和那个preset的 这经常到的用哈 都是一样的东西 好 我想 这样照片呢 用这个preset 但是另外我又想用其他的preset 怎么办呢 大家看看右边 最下面有个叫 add filter 看没看到 这个呢 这个button呢 就允许你去 再加上另外一个preset 或者filter 好 大家都点击一下这个add filter 好 我就回到左边这个panel上去 去找我想加的第二个那个preset 或者filter 比如说哈 呃 我想加什么呢 我想加这个fork graduatefork 加的有误的 那一个效果 它有里面有三种不同的效果 好 我选择第一个 哎 看大家看 看没看到这些照片一下就有雾的这种感觉了 看第二种怎么样 还是第一种比较 雾气比较大一点哈 好 大家看看右上角哈 哈 看没看到 右上角呢 就出现了两个filter 对不对 第一个呢 就是第一次我们用了那个filter 叫detail extraction extractor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咱们加上去的 当然了 这两个你可以给它打开哈 关上打开 然后呢做细条哈 现在这个graduate field 那个fork呢 是打开的 它里面包括这个fork method之类的哈 你可以到里面去 选择不同的这个效果 挺好吃的 刚才刚才讲那个物的那个在哪里 还是回到这个landscape 然后呢中间的地方 有个地方叫graduate fork 看没看到 landscape landscape就是back回去是吧 back回去对 先点一下back 然后这个graduate filters 不是filter fork 啊 哦哦 fork 好 这里有这个wood 对 点击一下就有wood 第一个 第一个误器比较重一点 好 这个呢就是 啊 让你用上多于一个的这个filter 你可以再加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点击add filter 我可以回去 然后呢 我再加一个什么 随便选一个哈 polarization 可能效果不太大哈 但是呢 这个 add filter你要你要在哪点 这个右边最下面那个叫add filter 看到没看到 哦这儿有个add filter 这个wood这个地方有还是 没有所有的 所有都有 所有都有 对 这儿可以 就是我不用那个存了再做 不用这样的 哦没有 你存了的话它就退出去了 它就退回到那个lightroom里面去了 嗯嗯 好 好 好 这是add filter 好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也讲的 的 看到add filter 右边哈 有个叫save recipe 他没看到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做风光照片哈 呃做了很很久 你知道你经常会用几个filter 比如说刚才这三个哈 你是比较喜欢的这种效果 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把它存起来 然后下回呢再用 再用的话呢 就不需要走这三步了 你就一下子就用你的存起来的 那个recipe就可以了哈 我现在操作一下 给大家点击一下save recipe 它就出现一个界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呃给一个名字 比如说呃用中文英文都可以哈 比如说你用fork landscape 好fork landscape 然后呢点击一下ok 好他就把这个recipe啊就存起来了 存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一看 在左边哈 左边这个地方呢 最下面 有一个tab呢 叫recipe 看没看到 你点击一下呢 你就会看到你刚刚存下来的这个recipe 叫fork landscape 我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哈 这我原来原来create 好 假如存起来的话呢 咱们下面的操作一下 这个是存到什么地方啊 就存在那个nic collection里头 你不用管他存在什么地方 他就是always be there 好 咱们下面呢 咱们在得到一个得到一个新的 对 把它删掉呢 删掉就直接给他 嗯 在这儿有一个 啊 click to delete 在这个图的 对应该是有地方 好 咱们第一步哈 先把这张照片save起来 然后呢回到那个lightroom里面去啊 好 然后呢紧接着咱们再把另外一张东方照片打开 比如说吧咱们用这样照片吧哈 这是在anis拍的 好 大家选择这张照片 然后又click 然后呢到那个color effects里面去啊 好 用他的这个default setting 然后near collection就打开了 好 刚刚咱们讲了哈 咱们是想呢 想干嘛 想用刚才你存下来的那个recipe 来改这张照片 对不对 好 大家到这个左边那个panel里面啊 点击一下你的recipe 然后呢 你会找到 刚才咱们save起来的叫forklandscape 点击一下 这个效果呢 就是刚刚你存下来的那个recipe 大家看看哈 右边右上角呢 有三个filter 就是跟刚才一样的 你存下来的 大家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呢 把你最喜欢的这个filter呢 给存起来 然后呢用到其他照片上去 如果我想只要把这个物放在中间那一块 是不是可以用loop control 对 用那个control point Ctrl point Ctrl point 对 好 你可以save或者是cancel哈都可以 咱们接着讲哈 现在已经9点半了 咱们要加快速度 咱们接下来呢 讲一下他的第三个module 叫silver 就是黑白照片 嗯 嗯 Leadroom呢 有那个什么 有黑白照片的preset哈 这个neak呢也有很多 大家可以随便选一个照片 彩色照片哈 来做一下练习 我呢 就用 这样照片 那个笑笑的这样照片 它原来是 最彩色的变成黑白的 我觉得这样照片用黑白的比较好看哈 好 同样道理 right click edit in 然后呢 选择 这回呢 大家选择这个silver哈 在下面点点 silver 点击一下 好 用它的default setting 那么 这个silver module呢 就 打开了 打开以后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哈 它有很多这个 这个选项 首先呢 是all 有38个 然后呢 现代的 有11个 classic的有15个 然后vintage 有12个 然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你自己 喜欢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我去看看现代的 这个不错 这个你加了一个frame 这个还可以吧 然后呢 选完以后你可以右边可以再做调试哈 做些微调 比如最下面用那个color 还记得咱们用那个color 那个filter 作为那个吗 可以通过不同的channel 来挑 你现在选了哪一个modular呢 我现在选的是 是modern下面的 叫fine art 啊 你是 edded in 里面选的是 选的是哪一个 silver吗 silver 就是银色的 实际上就是黑白的意思 啊 因为这个 这个有时候它会死鸡 哦 ok 对 好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哈 然后选择不同的这个效果 然后同样的道理哈 你假如说你喜欢这个效果的话 你可以存起来 作为一个recipe 下课的话 你可以自己用你其他照片 你刚才用了那个fine art 第几个 第十九个 零十九 零十九 好 你可以save 也可以cancel 那个fine art在哪啊 我怎么没看到 十九 在那个modern下面 morden group 左边 好 这是第三个module 第四个module呢 叫Vivisa 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 对哈 viveza 那这个还是要退回 退到lightroom再选 是吧 哎对对对 你或者是save 或者是那个cancel 回到lightroom 好 咱们下面讲第四个module Vivisa Vivisa呢 我觉得大家用的 肯定不会多 因为它的功能哈 就相当于lightroom的 做这个光线色彩的调 调配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用的不够 稍微讲一下 好 大家随便选一张照片 我选这张 这张咱们那个原来做练习的照片 去照的在哪个module 啊 去照的在哪个module 好 待会儿再讲不要着急好吗 好 找到Vivisa 在最下面它是按照字母排列的 好 好 这个界面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呢 大家看看右边哈 它就是跟那个 跟那个lightroom差不多哈 brightness contrast situation structure structure就是相当于这个clarity 啊 这个structure相当于咱们lightroom里面的clarity 啊 然后还有不同的颜色的 还有下面这个这个curve rgbcurve 看到没有啊 呃 我自从 download了这个nicklash 我从来没有用过 因为 这些功能你可以在lightroom里面去实现啊 所以呢 我想大家可能用的不会 不会多 所以这个我就不再 花太多时间哈 好 另外我顺便讲一下哈 大家看没看到我刚才启动一次以后呢 这个照片呃这个lightroom就给你create一个新的file 对吧 这个file就是为nick准备的 对不对 我刚才讲了哈 假如说哎我改了一次以后我想再改一次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 用第三个option 叫editoriginal 你不需要lightroom给你再create一个copy 啊这样的话你copy就太多了啊 你看我现在已经三个copy了 你不想要第四个copy 你就可以用original 好 这是第四个module 呃 第五个module呢 叫HDR 这个也非常简单哈 就是说 我估计大家也不会用 因为lightroom里面就有这个功能对吧 没有必要再 再用另外一个软件去 当然了假如说你 他没有这个HDR呢 哎呦我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假如说你喜欢用用那个他的那个来做啊 所以这个nick的HDR我用也不多 好 大家还是用咱们那个上次在lightroom里面做HDR练习的那三张照片哈 把这三张照片highlight起来 呃我看看我还能记得在什么地方吗 他他呢不是在不是在那个add it in的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在什么地方呢 呃 我刚刚看见那里边有啊 在add it in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在export的地方哈 大家right click一下 然后export 然后呢 往右拖 中间的地方HDR effects 哪里有个export 呃你又又问键 它会出来一个菜单对吧 嗯 就跟那个add it in一样 你不要去在add it in找 下来最后export 咱们上一颗讲的export 然后呢 右边中间HDR 好 选择那个地方 那刚才我在那个add it的里面看见了吗 他叫mergeHDR 那是那是nick的吗 对啊 你就是跟你跟你一模一样呢 你在那个light room里面 然后你就是跟你那做的所有的一样 就是add it in 你是买的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免费的这个没有 免费这个没有 哦然后他就说往下走到手 第二个就是merge to HDR pro in 哦那是in photo shop 你到photoshop里去了 那个东西啊 哦我知道了你这个这个 这个你到photoshop里好 anyway 好回到这地方来以后呢 呃 其实它也很简单哈 呃 default呢 是alignment 第二个呢 叫ghost reduction 大家还记得ghost reduction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那些树啊 动的东西假如说存在的话 它就会你可以去选择哈 假如说你觉得没有的话 就不需要选择 然后它加了一个呃 chromatic preparation 这个呢 在leno里面是没有的 啊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create 好 create完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我是比较喜欢那个nik了哈 他就说他比leno里面啊多了很多选择 就是说他呢 又大家看看又有给你提供了28种不同的这种filter 然后你让你来选择这个这个效果 有的效果是还是非常的colorful的哈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比如说点击一下这个landscape 当然一些颜色不太真哈 我现在用的是artistic里面有六个set设置 就是说他这个变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然后右边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颜色上的调整的 然后那个tone上的调整啊 就是他比leno呢 稍微多一点选择 你leno做完你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调整啊 呃 你可以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的可能范围可能没有那么大 好 这是他的第几个了 第四个option是吧 第五个忘记了 下面呢 咱们再讲一下他的另外一个这个module 叫 sharpener 就是瑞化 瑞化呢大家用什么照片啊 随便你们用什么照片哈 我呢是准备用这样照片 可能效果更明显一些哈 这是我两年前拍的一个牛仔 牛仔 牛仔的照片 好同样道理哈 right click edit in 然后呢这回找到这个sharpener pro 然后呢这回找到这个sharpener pro 这个sharpener pro 我想把它弄弄弄弄小一点 好 呃 这个界面呢 这个界面呢 就跟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是是一样的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左上角的view option 现在呢是叫split 这个呢你可以看得更清楚哈 就是说调完以后这效果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用用鼠标把这个线哈 看这个这个我的这个这匹马的那个眼睛呢 左边呢就比较soft一些 然后呢调完以后呢 他立体感也强了 但是呢大家也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噪音也加住了 但是呢大家注意看到他那个这下面那个字哈 就明显的看到他这个调完以后那个跟你sharp了 看那个几个字哈叫road是吧 看这个原来是RODE 现在呢变成非常清楚的RODE 说明他这个sharp那个这个技术还是还是在那的 在那呢我想提到一下就是呃 在在在这个market这个上面哈 做了最好的这个sharpener做的最好的啊 我觉得应该是呃topas的sharpener 这个不知道今天可能没有没有空了 那个是做的非常的好 这是他的拳头产品 前男老师刚才那个音断了一下 我没听见你说哪个做的最好 哦叫topas topas 就是那个总公司在达拉斯 Edison 那个公司 那个咱们咱们待会会讲 今天或者是下一次再讲 嗯 他那个他那个是做的最好的 好 topas是要买的对不对 topas是要买的对 好像那个王可人在在在那个微信里面提到好几次 就是很多老师那个大咖都在用那个 好 这个就是他的呃 sharpener 然后呢下面一个是叫降噪的 叫define 他的名字有点奇怪哈 跟降噪一点关系没有叫define 咱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这个圣诞 这个是什么 叫牵手观音的圣诞树 好 一样 right click edit in 然后呢找到define true 好选择他的default setting 我把它变小一点哈 天老师你那个default setting在哪里选 呃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就是他给你什么setting 你就用什么setting啊 就是叫default 我再操作一次看 操作就是他启动起来就是给你什么就用什么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 上面好多方块 呃好多方块什么意思 你说是你说是这个screen吗 我说的是这个screen啊 啊哪个是这个screen 你在哪哪弄了screen 没有 你right clickedit in 然后点击一下define true对吧 他就会出现这个screen啊 啊对对对我就说这个用不用不用改 就不用改任何东西 啊 ok 好 好回到这地方来 然后呢大家看看那个这个define这个界面哈 他首先说working working对吧 然后呢working完以后他就会在这个照片上啊有很多这个四方块的四个点点 就说明呢他是在那取样 好好 这个时候呢我估计这个loop就起的作用了 他就说让你去看看这个找噪点的地方哈 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人脸呢可以看到看得出来 你可以把这个把这个照片呢给他放大一些 点击一下怎么 他这下面这个就是说左边是圆图右边是去过灶的是吧 再说一遍 就是他下面就是右下角不是有一个叫loop 下边不是有一半吗 对 你不是吗 是啊 我这是一分两半 一分两半一边是 你可以这个你左上角选择的话 他就分两半 左上角选择 这个叫split split view single view 你选的是single view 是吧 现在是那个split 你只要看到中间一群线的话 就是肯定是split 看到红线了吗 中间一个红线 看到了 这个我这个电脑为什么他一直是working 他就没有出现那几个 那说明电脑是不是该换了 不知道啊 一直是working 还在working啊 有可能你你选的那张照片太大了可能是 我选的就是那个Eva那个照片 是吧 照理说不应该 我估计你应该 你是用laptop对吧 我用desktop desktop 嗯 他这个他这个去造还有其他选项吗 除了这个 有 好 我想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 看现在啊 我想抓这条线 给他想往左右移啊 现在移不动 看到没有 这个鼠标变成一个 一个一个加号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哪里有 你那个中间那个线 你是 但是 我现在想去抓中间这条线对吧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对吧 啊 这个光 这个鼠标啊 它是一个加号 它不让我去抓 这时候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是在这个zoom zoom view 你要点击一下 你要点击一下 左边这个 这个往左上角去的那个箭头 这样的话呢 你能采取抓这根线 明白了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一分两半是对比吗 是一边 对 对 刚才不讲了吗 左边是before 右边是after 嗯 我想起来了哈 这样照片我在lightroom里面做过这个 做过那个降噪 所以呢 所以看不出来 我现在给它点回去啊 它这个气氧效果一般不好 哦 我觉得一般般 对 没错 所以我一般是不用这个照片 不用不用你做做降噪 我是用lightroom 或者用那个toe pass也可以 好 我重新把这样照片给它弄一下哈 那莉莉你还在working吗 应该完了吗 莉莉 还在working 还在working啊 重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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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一下 那一下 好 现在呢 这样照片是没有没有没有做过降噪的哈 所以看看这个 这个降噪效果怎么样 把照片拖下来一点点 好啊 还是有还是有区别 对区别是有的 就是说你把它跟那个lightroom做比较 大家可以自己自己做到练习哈 看看就是说link的效果好 还是说 那个什么lightroom的效果好 好 现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哈 左边的是 before 右边是after 说明还是降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 他那个出现的几个小方块是干嘛 是干嘛 就是说他的选样 就是他在这样照片上选几个 选几个样 选几个样 然后呢做做的调整 好 讲到这个选择的话呢 他这有几个option哈 比如说可以menu啊 可以 我看这个reduce是什么意思 他也可以control cast 现在是50%吧 假如你觉得效果不够不够的话 你再往 再往右拖 但是据说跟那个lightroom是一样的哈 你拖的太过的话呢 他照片就变soft了哈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这个control point 看到没有 因为他降噪的话 他实际上是把这个照片给他变soft了 假如说你不想要整个照片都变soft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通过这个control point来control 好 好 这是他的NIC的define 降噪的这个module 好像咱们cover了所有的七个module 最后呢我要讲一下就是 假如说你每月花了9块9毛9是买了 不是买了哈 订阅了两个adobe 就是lightroom和photoshop 你可以就是把这个photoshop啊 也作为lightroom的plugin来用啊 呃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说你先装lightroom 然后呢再装photoshop photoshop就会知道你已经有lightroom 然后呢你选择 把photoshop呢作为lightroom的plugin用 这样的话呢 呃更方便你编辑照片 就是说一般的话咱们现在都呃 lightroom的技术都掌握了哈 一般的都可以用lightroom来完成 假如说你碰到一些比较tricky的一些照片 比如说你要呃加个加个鸟啊 那个那个什么把垃圾桶去掉啊 这时候你不得不用呃呃那个什么呃 呃photoshop 这样的话呢你很快的就通过呃 photoshop来完成 然后呢你完成以后呢 在photoshop你完成以后 你save以后呢 这照片 哎 回到了save成那个那个file 回到了lightroom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呃 这个streamline 这个过程非常的呃 streetforward 非常简单 好下面我给大家操作一下啊 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这样 不是这样的照片 呃 好咱们讲过这样照片哈 这样照片呢我先不做其他调整哈 色温呢什么降噪都不用管哈 我现在是想怎么呢 我想到lightroom呃photoshop里面去啊 把这个下面这个把这个边可以去掉哈 待会儿 我讲过这样照片 他就说这个缺这个照片的缺陷呢 就是这个上面的空间太太小了 呃太窄了哈 这个呢 没办法lightroom解决不了 所以呢 我不得不到那个photoshop去把它解决 好同样的道理 你right click 假如你有photoshop装装装好在你的PC呃 那个电脑上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photoshop呃 在这个list里头哈 然后点击一下 哎 他就会把这个photoshop给给打开 我想问一下我们买这个9块9毛9的他当时说的是lightroom和photoshop 哦 我不知道你买的选项是什么 现在我知道有一个选项就是9块9毛9 包括lightroom和photoshop 对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 那为什么 不是adobe所有的产品吗 只是这两个吗 就应该是这两个 呃 呃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add in edit in完了以后 这个右边这个选项就没有那个add in photoshop 对我就说你没有你没有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办法去装嘛 你可能是先把photoshop给装好了 然后再装lightroom 所以你可以先把那个photoshop呢给它删除掉 删除掉 然后呢 呃 make sure lightroom在你的pc上 然后呢再去装这个photoshop 然后肯定是有一个选项呢 他会问你 你想把那个photoshop装成stand alone 或者是plug in 你选择plug in 这样的话你会看到这个选项 哦 好 好 当时选的肯定是就是lightroom lightroom 对 你可能是没有这个选 选 你装的时候没有选这个option 好 现在呢 我就从lightroom里面 把这个photoshop给打开了 打开以后呢 你看呢 完全就跟这个stand alone 呃 photoshop是一样的哈 啊 比如说我很简单的把这个 把上面那个空间给 给调 可以 可以拉大也哈 好 选择这个 然后呢 他就多出来这么一块对吧 然后你通过这个stand tool 现在他这个photoshop 这个crop tool 他有那个content aware 就是你crop 哦 OK 我这可能没有 新的程序 我这个比较近 对 对 好 哪里有那个 哪里有那个content and tail 那个content aware 就是你用crop tool的时候 他在上面那层 那个bar上面 有一个地方你把那个check box给他点上 然后你一crop他自己 他自己就给你加出去了 对对对 就不用自己再这么刷他那些东西 对 好 我这是没有的哈 好我比如说我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我就save起来对吧 说yes 哎 他又把这个photoshop给关掉了 关掉以后呢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lightroom 看了没有 这样照片就自动就在lightroom里面出现了 就非常的简单化了 把你的这个流程简单化了 这就是把photoshop作为lightroom插件的一个好处啊 好 那今天咱们又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其他的几个软件了 咱们这样咱们放到下一次来讲 好不好 那咱们今天的课呢 哦就到这 但是还有几个练习哈我看看 那练习咱们下课再做好不好 大家自觉一点 就说 下课自己做 有什么问题咱们在微信里面回答 可不可以 我不想再拖 好的 好的 好吧 好的 好 那现在已经10点钟了 那就到这 有问题的留下来 没有问题的 就下行也见 我会布置作业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的 再见 Serena 谢谢